在还没有安装设备的情况之下 下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想要请教的是 我们的潜望镜已经来了吗 审查明天度国防部预算 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案 冻结潜见测试预算三亿元 律委执疑是在党潜见发展 那个马委员的提案里面说 台湾没有潜见测试的经验 大家都知道台湾没有潜见测试的经验 那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方式在党的话 这简直就是不需要做测试 不满被执疑马文君指称从没挡过预算 反控律委用人数优势回避监督潜见测试 我们潜见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预算从来没有被挡过 因为你们只要举手就会过了 还好举手会过啦 否则海昆军舰没办法封壳 这时候用冻结 那其他各个国要来协助的是不是说 那我看你们选我们再来看看吧 那如果挡得成功的比较多 那看大家就不要玩 如果现在把它提下来 或是有一些保留的话 反而会一切归零 那我另外有给马文君委员建议 我觉得你如果可以把它改成主决议 你随时去检查那个节点有没有完成 可能都会比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冻结三亿元这么高额度的冻结来得好 绿委一致通过后反对预算冻结 因此前件测试案预算改为主决议 冻结三亿元提案闯关失败 但立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却爆料 马文君提案的机密预算 国防部根本无法事前沟通 马文君虽然强调支持前建国造 但卷入泄密案态度还很强硬 有可能泄密的现在他们的机率最高 所以请黄树光出来说明清楚 蓝营依旧全党挺一人 对比绿委赵天霖迅速退选直写 同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蓝绿标准恐怕不是同一把尺 三绿学员陈俊坚 日文SA小组台北报道